哈囉 大家好 瑞丸です 這一次就打算把五張戰鬥路促產的L-R來使用一下 就是大家看到的啦 第一到第十關促產的體悟犯 接著就是CUG悟空 小悟空步馬 然後就是悟空悟犯 然後就是我們的Trankers最新一期的 然後這五張來說我個人都還蠻喜歡它的這個卡面啦 全部都是出自...好像全部都是出自鳥三明那種插畫畫出來這樣子 非常的有趣啊 而且都蠻好看的 超級有畫的風格 然後這個是最新一期的啦 然後我個人最愛的應該是這一張的卡面了吧 非常有趣啊 悟空悟犯然後騎著這怪異的油腳的摩托車這樣子 哈哈 感覺還蠻不錯的 然後戰鬥路L-R方面的話 他們的能力其實各自都還不錯啦 算是能頂著用這樣子 不是最頂級 但是就可以使用 不會到特別強啦 但是攻防能力都是在一個合理的幅度內 畢竟是免費的嘛 官方也不會做到它超強這樣子 雖然說沒有超強 但是這一隻悟犯確實是會非常的好用啦 也有攻防77% 然後血量58%以下 還有氣力加氣攻擊再加58%這樣子 然後名稱蘇悟空的角色存在於同一個攻擊系列中 還可以減少58% 這一張悟犯極限戰之後啦 應該是五張戰鬥路L-R中最好用的 然後在戰鬥路L-R這一些嘛 像這個悟犯悟空我就已經全部練滿啦 接著的這個小悟空步馬也是七七八八的 再來就是 比較後處的話 因為使用力上來沒有太高 所以也就沒有練到特別高啦 OK 就是這樣 然後最後這一張 攀將就是拿來充速的 然後我想說 既然全部都是免費LL 也就選多一張免費的LL 攀將出來這樣子啦 OK 隊伍就是這樣子 極限超級戰鬥之路啦 超細的挑戰 也只有這個關卡 可以把他們全部聾納在一起啦 在哪去倒長城關 應該死的是我自己 好 行きます 不過在一隊的連接方面嘛 大概就是 直接完蛋就是了啦 沒有什麼好說的 OK 這個是沒什麼好想的 白法一定是這樣 嗯 給他一個 Higher Dragon 其實就已經是 非常非常的足夠啦 這邊的話 我看可以開到早就算了 嗯 然後接著這邊 然後這張悟空的話 當有小悟飯存在啦 幼年期的悟飯 這個 幼年期的悟飯在 同一個隊伍攻擊系列中啦 他的氣力會加3 然後會心發動力59% 所以這張的暴擊會非常非常的誇張 嗯 不過嘛 就 怎麼說 因為是120%的隊長 沒有一個比較好的隊長可以容納他們全部 所以就 會 戰鬥能力偏低 哈哈 120%吧 兩邊加起來也差240 不過用來打這 雖然說是極限戰鬥之路啦 但是是超級的挑戰這一個比較舊的關卡 整體來說難度不會高到太大啦 太大啦 236萬 59%的彗星發動力 抖 啊沒有觸發 超爛 哈哈 啊彗星也沒有 反而是這張比較舊期的 這個 後 我們比較近期才出的 悟空悟犯 戰鬥力就非常非常的猛啊 而且他的超必殺可以無限疊防 啊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的 他的 那個叫什麼啊 他的 欸 怎麼說 我覺得是 他的 氣力連結 非常爛 我想了這麼久 才想到 哇 好可怕耶 莫編 OK這邊的話 還是有一個快速龍 35%的減傷 再配上 潘降本身55%的減傷 沒有防疫加成也沒關係 繼續持續的硬棒棒 哈哈 好了啊 只有630萬 好爛 攻擊力低到下死人 不過就 速順的打過去就好了 啪 喔 喔喔喔 好痛 沒有 沒有 沒有額外加成 沒有那個 悟空在場 沒有58%的減傷 就是痛 這個特蘭克斯 我 特別喜歡 他的 十二七的必殺 超級好看 比起他的那個 十八七超必殺 十二七必殺 的表現力更強 哇 他這個 把那個氣彈力在手中 真的是 摔到爆炸有沒有 OK 哇 這個既然說 條件沒有到 但是 防疫能力 倒是還蠻高的 而且在 開了必殺 跟超必殺的時候 都可以在額外的加攻防 算是相當相當的可以啦 嗯 都開不到超必殺的情況 那就 把他氣絕掉吧 欸 多餒 選擇這一張 沒辦法超必殺 也沒關係 這個樣子 嗨 這邊就不開 不額外開道具了 應該是頂得住吧 試試看 哈哈 嗨 再來 沒有 不過有五十八%的減傷 倒是沒什麼好擔心的 喔 必殺在這邊 nice 可以輕鬆扛 然後我們的 C5技悟空 氣絕 沒有 喔對了 他的超必殺不力氣絕 我忘了 他還是沒有氣絕 不過 兩下的 兩下的必殺都有 背心出發 59%的背心力 不錯 瑪波波這邊被打到有點慘 好 我們的這個 supporter memory 出發啦 這個就是這麼好用 恢復53%的血量 嗨嗨 這個 算是蠻精彩的 OK 因為 88%來了 所以就 OK 那邊靈氣絕掉了嘛 這個樣子 馬上 好像 開不到 必殺 有點危險 小小的危險 不過 應該是 問題不大 差點開不到 必殺 58%的減傷 沒有關係 最後攀將可以 回血 OK 血量58%以下 攻擊 提升 58% 不過沒有灰心 欸等一下 攀將打錯人了 攀將 攀將的目標 打錯人了 哇好像打錯人了 Mas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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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灰心根本灰不到血啊 暈 直接暈過去 呀 可哩 哩 哩 這一點 的話 還是先把這個 這樣子 按照順序 請下去 唄 值得信任的烏番 嗨嗨嗨 58%以下 7D加7 鬆啦 不過 沒辦法連擊到 是蠻可惜的 嗨嗨 我們的CV技術空 這個隊伍來說 是肯定不好打的啦 也肯定不強的啦 只是 玩樂趣 痛 超級痛 超級無敵痛 殺 12-7比殺 帥到爆 我是說 聖主裡面的眾奪結射啦 最帥的應該就是他了吧 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我們的那個 大帥哥 突然克斯 除了他 還有誰 還有58% 嘛 58%減傷還是這麼痛 不過 烏番嘛 在血量 58%以下 的時候 他的被動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可以打穿 敵人的防禦力 所以就是 不怕 不怕打不出傷害 就算克斯 照樣可以打出傷害 整體而言還不錯用 尤其是 如果是還沒過 大元之力的話 那個GT悟空轉 他在那邊是特別好用 跟悟空組在一起 超級強 這個這樣打下去應該要半個小時吧 不過就可能不打完了 打一半就 打完這邊就好了 喔齁 HIT 多傷 最後就是這一位 不過在那之前 也是一樣快速 還有Dragon 老實說 我的道具好像也沒什麼用到 開個加攻道具好了 未來不馬 感覺這個隊伍 其實不太需要 不太需要那個 加防禦的道具 全部強攻道具 穿上去就好了 可能會打得更快 喔齁 416萬 死 HIT 你能撐得住這一路離合嗎 120%隊長計罷了喔 竟然能敲出400萬的傷害 恐怖 來來 如一半 氣絕 痛 有 而且 還 會心發動 爽啦 見て見て すげ楽し 雖然連接上面 剛打吧 但是 打起來很爽 喜歡說戰鬥力也沒辦法 觸到太強 可以看看這連接 嗯 好像還不錯耶 整體連上來好像還可以的樣子 好 阿等 打錯了 算了 這一邊的話 因為特朗克斯他本身的被動 不管在一二三號順位都會 額外加氣啦 所以他打哪一個位置 吃多少豬都沒關係 吃多豬 就算數量不夠 其實還是可以的 然後這一邊的話 加工道器還是有在 只是因為 血量已經滿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物販 額外加氣 的被動就沒啦 然後還因為打錯人 所以 沒辦法完整的輸出 好嗎嗎 大丈夫です 壞喔 帥喔 可惜 開不到草皮薩 這一個就是蠻殘的 開不到草皮薩 沒辦法跌攻 喔 來啦 帥哥 帥 帥到炸裂 呀 這一邊真的是很棒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喔 都看不來了 都看不來了 應該是可以一次過清乾淨吧 這邊的話 大概這樣子就好啦 也不需要再 喔 沒問題 58%的減傷 又克薯 輕鬆輕鬆 喔 這個好友的 他應該是有點到 那個迴避 不然本身被動是沒有 不帶迴避的 Spark 多少 223 RUD 不高 不過 打起來的話 還蠻不錯的 畢竟是Documma 好 滿夜事件 滿夜了出來玩 欸 不死 應該是沒什麼影響 來請他HIT 啪啪啪啪就死了 真的是爽 好啦 神國 啪 PREASING NICE 喔喔 痛痛痛痛痛痛 然後 最後的路易棒 結果在第二回合 反而打得特別快 剛才第一回合打得好久喔 這邊 可能就是因為那一下 都看不到夠猛的關係啦 一下下去直接把他清乾淨 這邊對 詹馬克薯 有點痛苦喔 而且還開不到超必殺 關 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欸 等了 這邊的話 來WIS 一個WIS應該就夠了吧 然後再靠攀將來吸血 回血就好啦 不要講他吸血這麼難 呵 嗨嗨嗨嗨 喔OK 58%的減傷 怕你 才怪 啪 氣血沒有 再來也沒有 媽媽媽 您的特壞車鬆到 然後12氣必殺的關係 可以紅印技能 然後如果把他們全部搭配起來 用在戰鬥路 嗯 死感還不錯 可是被打很痛 哇哇哇哇哇哇 不過盤獎 還好那個詹馬他事先把 喔30萬還氣絕了 他事先把必殺已經出 用在 用在我們的烏番身上了 不然這邊真的是會有點痛 OK 然後 哇這邊可以看到超必殺 可是那個超必殺 我個人覺得就 普普通通啦 喔喔 欸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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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萬 應該是有觸發到 那個 血量 58%的被動 喔齁 死 給他東西 不過這邊的話 他的血量看起來好像有點多 會比較麻煩 不過 59%的灰星 好啦 OK 再來 好啦 神國 啪 灰星出發 欸不是 氣劫出發 305萬 當連結都那麼爛的情況下 還有300萬的傷害 這個就是齁 大家不覺得他的187的必殺嗎 超級賤的嗎 開車開到那邊 突然點零食跳車 必殺噴出去 啪 然後敵人受到半死 傷到半死過他就飛走了 哇 超惡搞的感覺 欸等一下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威威威威威 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可惡 有點麻煩 有點麻煩 欸 嗯 多少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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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話 喔我卡住了 而且還是卡得很嚴重 拿出 這一個樣子 期待你的 我只能期待他的 連擊啦 然後再來一個 小巴 把防禦力拿上來 開動 開動 116萬 喔 彗星 不錯欸 還連擊 這一張是我自己的嗎 我是主點連擊啦 OK nice 58%再加40%的尖傷 應該是 沒什麼攻擊 打得穿了吧 嗨嗨嗨 魯伊棒 升場吧 好爽喔 這隊伍 雖然說不強 喔 奇妙的組合 四回合到了 他就直接 觸發 開來補血 可惜 超級可惜 有沒有大家 超必殺 沒有到 媽蛋 我寫錯了 好爽喔 哇 在那邊 這樣子的話 噢 呀 開啦 超級 別送 我的 霧犯 小霧犯打錯人了 這邊就 攻擊加成吧 頒獎的 主龍軍 嗨 而且這個 悟空也是打錯耶 如果是 沒有彙星的話 完全沒有傷害 然後這邊 他們全部都是 中 確立的 氣絕 可以嗎 嗯 嗯 這這這這這個樣子嗎 我已經沒有剪傷套具了 哈哈 呀呀呀 都小 嗯 嗯...不管怎樣扛 我都是死定了的感覺 好吧 可是...啊 算了不要 啊啊啊啊啊啊啊 這個真的是痛扣有沒有 差一點打錯這樣子吧 OK 防技能 這邊的話 我看小巴直接開上去啦 防禦力來啦 最後可能應該是 我看多數是打不了啦 最後應該是會掛掉 呵呵 不過就算啦 移業就好 這隊真的是純移... 移... 移業隊 移樂隊 嗨 路易棒 啪 氣劫 nice 這樣子的話 我又活... 我又成功活下來啦 成功活下來啦 嗨 您的特菜車送到 好 這樣子的話 一個封技能 一個封... 一個氣絕 一個封技 嘿 輕鬆 來 真的是打了就跑 射...射後就跑 這個Tanker 我真的是對他的那個必殺人有一點... 不懂該說什麼好的感覺 超級好笑 OK 這邊的話就火力全開吧 雖然說有點浪費嘛 殺 得到 嗨 有加工道具就是不一樣 滿夜事件 嗨嗨 掛啦 再來 機器 能不能把他給敲暈呢 誒 超必殺不會暈 啊 要一般必殺才有機會 殺 嗚啦 聖火狗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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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就是戰鬥路出場的有沒有 就是適合打戰鬥路吧 各種的debuff 氣絕啊 風技 全部上到滿 然後迴避性能啊 減傷性能啊 哇 誒 打 比我意想的還快一點 我是說其實可以不用帶這麼多回血道具 如果是帶加工道具的話 打得夠快 其實是 可以更快的解決的 一塊就好 真的是很愉快 OK 那麼這次的視頻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還沒訂閱的朋友 麻煩幫忙點個訂閱 謝謝 加 馬 看 捏